嗨 我是可恩 经过我整整两个星期 不间断不离身的去try用这个P50 Pocket 之后 嘿嘿 今天这个影片诞生了 我跟P50 Pocket 的两周体验分享 没有这周两周啦 今天这支影片呢 我们就不要讨论叫什么specs 什么specs 啦 这里你们可以自己Google 到的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身为一个折叠机的它 手感到底好不好 拍照怎么样 还有最重要的 身为一个女生对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我之前拍的是白色普通版的P50 Pocket 但是两个星期前我就收到一台 艺术定制版 流光镜的 星系 好premium叻 要比的话哦 白色版跟premium版的差别啦 就是价钱跟储存容量 白色版的叻 8加256就是5999 premium版的叻 就是12加512 7299 而且哦 还有盒子上面的不同 公仔仔 上面的话是有跟手机被盖一样的那种 羽毛纹路 是跟荷兰知名设计师 Iris & Van Herpen 一起联合设计的 我是不懂艺术啦 把你看起来咯 well ok fantabulous 重点来了 手机 这个哦 手机我一拿上手直接 feel到满满的硅气感 然后我刚才讲它的名字是流光镜嘛 是不是没有看到金色at all 因为我现在打的是白灯的 我的错咯 哎呦 我要duck的叻 然后你就接了 在热光的照射教 它是一个滴滴掉掉的玫瑰金色 但是在暖色光下它会直接变成很真的金黄色 再加上上面的流光镜羽毛纹路 摸上去是吐起来的那种啊 它就变成不像手机了 它反而像一个搭配的accessory 也因为这些纹路哦 上手的时候是不会滑手的 但是除了纹路跟颜色之外的话 其余哦 都跟白色版是一模一样的 手机打开之后 上下边框一样size 左右边框也一样size screen是一块6.9吋21比9的比例 重量190g 刷新率120Hz 手机关起来之后 它就有一个1寸的小screen 就是给你在不需要打开手机的情况下 看到message 看到notification 看到calendar 或者是直接拿来自拍 然后你也可以换成wallpaper的 像这样子哦 换你喜欢的吧 OK 讲到折叠机的手感 最重要的哦 就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角链部分 好 一般之后哦 可以大概feel到 上screen和下screen的重量 是平均的 那我一根手指平放哦 它也不会掉下来 这点还是做得挺好的 代表不会有 头重声轻的感觉咯 然后哦 还有手机旋停的问题 那什么就是旋停咧 就是当你开这个折叠机 少过90度 或者多过90度的时候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停在那边 stay住那个角度呢 经过两个星期的测试之后 答案是 P50 Pocket 并没有特地去做这个旋停的功能 OK 看啊 当我打开90度的时候哦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 是stay在那边的 这是正常的 因为根据物理学来讲 凡是乘90度的 基本上都可以站住的 而且华为哦 还特地针对90度 打开相机做了适配 拍照画面直接会变成一半 上半是镜头画面 下半是操控页面 因为90度可以站立的关系 直接放在桌子上面 但化妆镜也是OK的 但是哦 当我开超过90度的时候 诶 可以哦 可以哦 What OK 现在假设 我重复开开关关很多次 看它有没有有所改变 OK 90度 看到吗 当我开开关关很多次的时候 它就可以站住了 简单来讲 就是即使P50 Pocket 现在它没有做这个旋听的功能 它是可以停住的 但是有时它停不住了 那P50 Pocket的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它使用了水滴脚链 这个技术哦 简单来讲就是可以减少折痕 让你眼睛看下去的时候 诶 好像没有什么折痕诶 尤其是热厂按手机的角度 其实真的不明显一下 可是哦 当我手指在滑手机 经过中间有脚链的位置 还是可以feel到有一个很微小的坑 凹下去吐起来的手感 把手机你打车看 也是找到那个折痕 但是我有一点一定要称赞的就是 它只要关起来之后 它真的是密密的 就是贴合到紧紧的那一种 白鸡的东西哈 夹一张A4纸 也可以夹到很紧的那一种 这个哦 也归功于水滴脚链的技术 让P50 Pocket 它更加一体式 更加高级 讲到拍照啊 这次P50 Pocket 它就加入了一个哦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手机 看到过的功能 就是 银光拍摄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颗镜头 它是可以 DETECT到UV紫外光的 如果你是有追TV 有追发金信封这种事的话 你应该都知道 很多生物蛋白哦 在紫外线的照射下 它是可以有 银光反应的 所以 如果你在这个手机 去拍那种花花草草的话哦 拍出来的照片哦 就会有不同的 Fu 打开相机 按摩这边 有一个叫做 银光拍摄的功能 开了之后 镜头就会出现一盏 紫外线的 曝光灯 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到一个 很暗很暗的地方 拍一些好像 像Macham Yes的 银光照片 很像在深海 卫生物的感觉有没有 比如说 这样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诶不单止哦 它还可以DETECT到 防晒霜啊 化妆品这些 因为防晒霜 是可以吸收紫外线 所以在这个 紫外线传感器的眼中 三block是黑色的 所以你看 我突然有防晒在手上啊 我手这边就变成黑色了哦 那脸上的防晒是怎么看呢 关起来 选择镜子 直接可以看到 脸上的防晒痕迹有没有 所以这个功能 基本上就可以check一下 你防晒有没有涂均匀啊 妆有没有卸干净这样 男生可能不理解啦 但是女生是一定懂的 所以 卸妆也要笑 好啦 最后就是我身为一个女生 对她的感觉到底是怎样呢 其实老实讲 我第一眼看到白色款的时候 我完全就是很爱 因为菱形格纹 完全就是我的type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金色款的 它上面的这个纹路哦 真的是可以摸得到的那种 3D纹理的质感 如果它不沾指纹 会更好啦 而且哦 它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光 从普通的银白色 变成很正的金黄色 打开之后 折衡也不是太明显的 所以一些特定app的时候呢 就可以show到更长的画面 比如说Lazada 比起普通手机 是多了一排的哦 目前市面上的折叠机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上下折 很像P50 Pocket的这一种 另外一种呢就是左右折 像Mate X的这一种 那身为一个女生 真心觉得 建议 如果你们要买折叠机的话 上下折肯定是比左右折来的 更容易上手 这种上下折的一拿出来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一拿出来 它就是一个化妆镜 还可以补妆 另外呢 还有每个人很care的电池部分 上网 刷Facebook IG 小红书 回email 回信息 看TikTok YouTube 一天下来 刚刚好 可惜的是 因为P50 Pocket它做到很薄 没有特别做什么散热设计 所以你只要拿来打 比较heavy一点的game哦 它就会发烫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打重型游戏的话 P50 Pocket 不错 讲了这样多 这样P50 Pocket 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而且从外观设计到品牌定位 再到操作体验去看 P50 Pocket它确实是一个奢侈品 不能用我们去看普通手机的那个视觉 去衡量它真正的价值 它是一款针对比较小众市场的 special 产品 比如说追求时尚搭配的 追求产品外观形态的 或者是有点米的 白富美女生 诶 没在影哦